原标题大张伟哭了张艺兴发飙梁天真嘴巴放干净一点这是要闹哪呀 随着偶像练习声创造101的走红以及这就是街舞 中国有嘻哈下一站传奇的都获得非常不错的关注度 从嘻哈到街舞 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进入大众视野 最近又有一个节目 极客电影横空出使 张艺兴大家都是知道的小绵羊 一个有多温顺看过极限挑战的大家应该很了解 大张伟哭了小绵羊 发飙梁天真嘴巴放干净一点 先是大张伟队和张艺兴队PK 到了投票环节的时候 大张伟粉丝说投票器投不了 原因是节目工作人员没有讲清楚 投票器是如何使用的最后结果出来张艺兴队营呢 他们就在观众席上狂喊黑幕 然后导演组就出来说 大张伟粉丝的投票器使用的不对 到了下一组表演完大张伟的队 都在带定等着要投票的时候 大张伟就哭了 哭得很惨 粉丝看到大张伟哭了全场 大张伟的粉丝就跟着哭了 大张伟的队员全跑上去安慰上文杰 也上去安慰当时张艺兴特别尴尬 一句话也没有说 大张伟的粉丝一直在底下喊黑幕 然后轮到张艺兴的队员说话的时候 大张伟粉丝喊到闭嘴 不听不听道了 结束的时候 张艺兴想说话 节目组关了张艺兴的麦 他吼了四声开麦 最后一声都破音了 然后拿着一个手持麦说话 刚说完第一个字 就被杨天真拉下去了 随后杨天真说道 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有粉丝描述从未见过张艺兴 这样发狠抱青筋的那种 然后双臂摊开 What 一脸不可思议摔了个矿泉水瓶子离场的时候 说了句宇宙队最低 粉丝暗粉即刻电竞变成 我是演员到底谁错 谁对大家来评判一下 随后上文节发文呵呵 疑似战队张艺兴从一开始 节目就带有争议张艺兴 对于招收学员的标准是原创领军 其实这个标准让很多学员都胆战心惊 但却不得不肯定张艺兴的高标准和言要求 很多人都表示 喜欢张艺兴这款的主理人 有非常多的学员 想加入张艺兴战队 而同样身为导师的大张伟 却让学员感到不能理解 经到众人下为大张伟选人的标准 竟然是野路子都是骄傲的人 谁想承认自己的音乐 是野路子不得不承认 大张伟的思路蛮奇葩的 好像是在玩一样 真正如厉害的 安全感到不能理解 一点竟然是小级 比较长腿的 我来看 比较长腿的 超awk的 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